78岁张先生两年前体重达120公斤 你患糖尿病后每天要吃三颗药 在持续服药并减重之下 今年年初体重已经降到82公斤 糖化血色素也控制在6以下 已经不需要再吃药 受制病例的书田诊所家医科主任周明文表示 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 近期曾有过重及肥胖的问题 目前认为与第二型糖尿病 身体产生胰岛素阻抗有关 但形成绩转不明 根据临床经验 减重5%到10 就有机会改善血糖 减少药物甚至停药 周明文说 我们说第二型糖尿病的 主要成因是因为胰岛素的主抗 那胰岛素的主抗 目前它的形成基准是不清楚的 不过主要是认为 它是先天基因有缺陷 再加上后天的肥胖 两个因素所交织而成的 先天基因我们是无能为力 那可是如果后天的肥胖 我们有减重的话 就可以改善胰岛素的主抗 那就可以造成改善糖尿病血糖的控制 周明文补充 减重最重要的方法是饮食和运动 饮食需控制每日总热量 并逐渐减少 还要少吃甜食 含糖饮料 榨物跟酒类 减少食物的份量 运动则建议每周至少进行5次 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 如快走 慢跑 游泳等 以及每周两次的重量训练 及核心运动 运动应该循序渐进 减少运动伤害发生 若有心肺或骨骼肌肉等疾病 则建议跟医师讨论之后再进行 避免适得其反 接着热成台北报道